今年3月3號有一次大停電 在前年的時候 又有一次815大停電 仔細思考一下 多是非核加盐這個政策 者的貨 每次到一個能源危機的時候 他們就想到核能 70年一年核廠出來了 大概74年核三出來了 各位你看 他電價每人都在降耶 你從歷史的這個電價紀錄來看 當你核能佔比高 你根本不怕國際波動 歡迎收看今天的護來座談 不是護來亂講是認真來座談 今天我們來關心一下 最近大家非常非常關心的電價問題 那其實不只是電價高漲 同時又缺電 那講到電呢 當然要找一下我很敬重的 核四前廠長 王博會廠長 廷史哥好 大家好 是我想最近廠長一定很忙 為什麼呢 一漲到電價大家就想要廠長 因為現在體系內的人都不敢講話 那只能靠退休勞記福利 只能再拼千里 那不管是電價還有停電 其實讓人家很頭痛 包括什麼 包括降電壓 這個降電壓一降 其實他也 他宣布說降的時候 其實那是因為太明顯了 平常偷降的事情 那可是多的 那當然等一下我們來問一下廠長 為什麼會降電壓 不過我要先說我受害經驗 我們已經先掛了一台電腦 這個已經先去送修了 那在主持廣播的時候 這廣播的主機也掛了 聽到一半大家說 這個廣播怎麼突然沒聲音了 這個中廣的小編馬上跟我說 怎麼辦 這個主機壞了 這個我們先進音樂 所以呢 這個現場 這個就很尷尬這樣子 其實遇到這種狀況啊 講白了 因為電腦最敏感 我都知道電壓電流 跟電阻之間的關係 那你電壓下降 你怎樣 這個熱量勢必會上升 激熱不散 電腦效能下降 沒有錯 所以這是很討厭 那我們節目正式開始之前 先問一下廠長 廠長這個降電壓合理嗎 當然不合理啊 那個降電壓本身是一個 給它緊急的時候使用的 但是你不能把它當作常態 當作常態就不行了 像昨天很熱 那我的臉書上突然有人說 今天又在降壓了 那降壓降一點點的話 就好像 就多一台發電機出來的一樣 降壓降到一點點 所以我個人覺得 我們當時以前 我曾經幹過 台電的品質處的副處長 推動前面品管 當時我們要求的是說 提供給顧客 優質的電 優質的意思就是說 我都是非常穩定 然後呢 不斷電 這樣才可以 然後呢 現在變成優質的部分 的定義 變成是說 在降壓之下 還繼續在營運 就是跟我們當時在推動的 一個品質的策略不太一樣 所以我個人覺得 大家必須要開始去努力考慮一下 尤其電力公司的經營者 開始去努力考慮一下 為什麼 你為什麼把它降壓 降壓對整個大用戶來講 或是對我們現在 越多的3C設備 影響都是很大的 嗯 影響都非常大 尤其3C設備 它的非常精密 降那麼一點點 它反應就很快 所以呢 尤其一個地方 它的電 它的電壓 越平穩越好 我曾經講一個例子啊 我曾經拿我的手機 到日本去自助旅行的時候 那我的手機就沒辦法充電 那老手機就有辦法充電 因為日本的電壓不一樣 跟我們電壓不一樣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以為手機壞掉了 那我到櫃台去 櫃台跟我說 哎呀 很簡單啊 你就是哪裡的充電器 現在我們這裡充一下 充一下要再拿充電器 充你的手機 這樣才可以 嗯 那因為手機沒辦法接受 日本的比較低電壓的 對 所以 我個人那時候才意味到說 哇 人家手機對於這個電壓的 的那個擺動 那麼的 敏感 那麼敏感 對 最近我們家裡的電視 我也會 沒有聲音 那我太太 我跟我太太說 為什麼沒有聲音 說我們研究的結果 她還是讀物理的 我們研究的結果是這樣 被電力公司給斷電了 哈哈哈哈 斷電了 斷電以後呢 他那個因為是一個 高 比較 比較最近才出來的 的電視 所以斷電以後他保護他 就沒有聲音 哦 那我要重新去開 那當時我還不知道 我還去要問電視的那個 服務中心 他叫我怎麼做怎麼做 我現在就說好 歸零 再重新做才可以 但是呢 你就會發現到 他降 切電切了幾次 降壓降了多少 降到這些電子 電子設備都直接有反應 不能使用 對對對 因為你看那個什麼 看電燈還看不太出來 對 那看著電子設備的話 就會看得出來 所以我個人覺得 一個國家 要富強 一個國家的社會要 讓社會非常的安穩 就是要有優質的電才可以 不斷電 不缺電 不缺電 穩定的電 穩定的電 這是一個 所有企業經營 都是這樣想的 別的不說啦 其實我們 這個電腦 這要臨時掛掉 那剛好 我又組了一台新的電腦 不然 不用上班了 怎麼做事情呢 其實很荒謬啦 對對對 這是一個供需問題嘛 那台灣長期以來是 以需來要供嘛 你供必須配合需嘛 就你需求多少 你供電要供得出來 對對對 那現在完成這樣變成怎樣 變成呢 這個以供自需 我供多少 你自己想辦法吧 哇 那你要不要學學優秀的 非洲大區匹配機制 對不對 135供電 246間歇性停電 這不是這樣子玩的嗎 我覺得這 當然我們不是說看不起非洲 但是很多相對建設比較 這個落後的地方 他們就是這樣 那難道台灣 這個號稱人均GDP要超過韓國 號稱是已開發國家 結果搞了半天 你到底已開發在那裡 也是越來越難懂 所以今天特別請廠長來 跟我們來討論一下 這個電價跟供電的問題 所以台灣的電價的探討 那過去現在未來 廠長幫我們做個回顧 光電的安全跟優心 那我想 常常下這個標題 總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吧 沒有錯 這是一張非常有名的話 這是一個高庚 在大西地化的話 那我常常會跟人家講 我說我們人 一定要考慮到 我過去是什麼樣子 高庚在過去 人類過去 人類的現在是什麼樣子 我將來是會是什麼樣子 假如什麼事情 去考慮這三個的時候 就會做到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那所以電價也是一樣 我過去的電價是怎麼樣 電價的浮動是怎麼樣 那現在電價浮動 又變成什麼樣子 那將來假如我不蹦 不蹦的話 我將來電會變成 電價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我們稍微 來回顧一下過去 那過去什麼叫做過去 下一張好不好 過去 我把它定義過去是說 我們曾經台灣以前很驕傲的時代 亞洲四小龍 我們比韓國跟新加坡差不多 亞洲四小龍的時代 這是民國七十年到九十年代 那我再把它定義做過去 那現在呢 當時陳水扁 為了要實施揮和家延 應了環團的要求 實施揮和家延 那當時實施揮和家延的時候 說即時代的 我們今天核心而論 當時是一個政治語言 沒有真正去把核能整個幹掉 所以核一廠 核二廠 核三廠 常常在運作 只是高校著揮和家延而已 當到了民進黨的時候是 真正落實揮和家延 核一廠已經除役了 核二廠的一半除役 核二廠的二號機呢 明年要除役 所以我把它定義做現在 那現在的結果 我們去年 有兩次大停電 今年三月三號有一次大停電 在前年的時候 又有一次815大停電 我把它定義做現在 現在其實這些東西 你把它真正往前 仔細思考一下 都是揮和家延這個政策 惹得禍 真的 揮和家延這個政策之下惹得禍 那未來呢 就是台灣前面的揮和 114年 假如你都 對 假如你都不改變的話 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把過去 我們面臨到的事情 現在 將未來 我們做三個方面的層次探討 那我希望說給各位聽眾呢 希望去了解一下說 你如果不改變 你未來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我需要改變嗎 我需要改變嗎 所以我把過往過去 跟現在 發電種類 先做一個分析 Basic分析好不好 這一個各位看到 過去的時候 這一條線就是火電 火電 對這條線是火電 這一個orange的電 就是核能 這是核能 這是核能 然後呢 這綠色的電 就是再生能源 那再生能源 我們的定義是包括水利 包括水利 所以其實就是這三個合在一起 那各位往前看 民國四十年 這個時候二次大戰剛 結束的時候 那時候我 我的父母親是住在南部 小學的時候 我就會問父母親說 我們用電是從哪裡來的 就各位可能都比我年輕 他的我媽媽的答覆 日本時代答覆說 我們的電是從日夜譚來的 各位現在 對水利 各位現在都覺得 從日夜譚來的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確實當時 日本時代都是從日夜譚來的 每家裡 我們住在南部的小鄉下 每家裡有一個 十值光 十五值光的一個小燈 小燈泡 一人一家分一個小燈泡 對對一個小燈泡 然後日本人會到你家裡去換燈泡 那所以那個年代的時候是 電 所有都是從日夜譚來的 各位一定有聽過一個故事 就是日本人走的時候 然後呢 他沒有留下任何祭司 結果呢 孫定賢 從大陸過來的時候 帶著台北公村的學生 把台灣的電 互電了 所以十年以前 讓電力公司的一些老員工 非常非常的懷念 那個年代呢 大部分都是 水利發電 然後漸漸的 開始火力起來了 慢慢起來 火力起來的時候是這樣 是從 南部有一個南部電廠 北部有一個北部電廠 我們稱它是北火南火 那北火裡面又有深奧 所以電力公司當時很多的員工 資深的員工都是來自北火跟南火 這樣一直上來 到了民國六十年左右 開始興建合一廠 所以這一個合一廠開始到六十三年 應轉 可能六十三年左右應轉 六十五年的應轉的時候 開始就上來 所以我們核電曾經佔了超過一半 哦佔了一半 對對對 哇那現在這個很 這個以現在的角度來看很不可思議 對非常不可思議 從這裡開始上來 各位看到這裡開始上來的時候 火電停下來 下去一點點 那核電上來 那核電第一個是核一廠 核一廠可能在六十四五年的時候上去 那核二廠呢在七十七十年左右 那我把它定義說這個時候 這是我們的過去 過去 那核四核三呢是在七十四年左右上來 那到九十年 那各位看一下 這個當時的電力分配是什麼樣子 當時的電力分配就是 這個核能 大概在三層左右 對對對 在民國七十四年的時候 核三才上來的時候 核能五十二點四 火力呢三十四點五 再生能源就是水力啊 對 那時候又有一個戳墟 戳墟就是日夜談 各位都知道戳墟是什麼嗎 就是核能晚上的時候 電太多了 把下池的水戳到上面去 除蓄起來 除能 白天的時候 白天的時候 需要的時候 再把這個上池的水放下來 那戳墟的效率大概80%左右 那是 所以它的除能效率其實是蠻好的 對它是相當於自然界的電池 自然界的電池 這個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有長覽意思很簡單 就是 水庫在上面 到下面 它有一個高低的這個 衛能差 那晚上 因為核電廠是這樣 核電廠不管全天候 它基本上 它就是一定是這個 100%這樣 100% 對 它一啟動它就是100% 所以多餘的能量 我們就把水 趁著晚上的時候 把水用電低放的時候 把水抽到日月潭把它裝滿 然後白天如果說 有這個緊急要用 或者是有這個需求的時候 我再把水放下來 對 然後這個落地未能的時候 它可以 就是說你這個抽上去 假設100%的電 那但是你存在那邊 再放出來的話有80% 但是以轉換率來說 非常非常高 對 那很快 速度非常快 你需要電的話 它5秒鐘之內 就可以 一放水就開始發電 一放水就開始了 那我在 我只要有時間 我就講一個小故事給各位聽 這抽序這個idea 是當時來自日本 因為核能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電量 那非常大的電量的時候 當時我們的董事長 叫陳南高先生 他就想 一個核能 一定要有一個抽序 為什麼 因為這麼大的電力 晚上的時候還是要發電嘛 對 一定要有一個 天然的細電池去 不要把核能這電 浪費掉 對 就晚上的細電池 就是天然細電池 所以它有變成下池跟上池 那在抽序要蓋的時候 我們這裡晚了幾年 本來是核一場蓋完 馬上就要蓋抽序了 結果晚了兩三年才蓋抽序 為什麼 因為當時的經濟部長 叫做李達海 是忠如過去的 我想你大概知道 這位先生 這位先生非常好 但是呢 他比較沒有電的觀念 所以電是有技術的 當時電力公司 跟他報告的時候 他說抽序這個是 效率大概80% 下面上去抽100 花來80而已 20沒有掉了 他說 他說 這樣太浪費了 不要蓋 他說這樣太浪費了 不要蓋 就他把這個厚了住 厚了三四年 經過再三跟他解釋以後 他才蓋抽序電池 那各位 抽序好不好 非常好 這是一個天然的細電池 那電力公司 發覺說抽序對於調節 調節發電非常有用 所以抽序 蓋了一個以後 明湖抽序蓋以後 又蓋了明潭 那台灣建設有兩個抽序電廠 總共有八部機的樣子 那抽序電廠 對於我們現在的供電 非常調節 非常非常好 那這抽序 當時蓋一點點 才1.8而已喔 那當時核能很多 火力很多 再下一張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到了民國90年 我當時知道 民國90年的時候 核能還是有21% 因為火力一直上來的嘛 火力一直上來的嘛 在再生能源就是 抽序2.6 表示有兩個電廠在哪裡了 喔 抽序有2.6 那這一個部分是我個人覺得 我們核能20% 從54變成20% 為什麼 為什麼核能會降呢 因為火力一直增加 而且總用電量是不是放大 對 那火力一直增加 這一張喔 各位仔細看一下喔 這一張非常值得 做一個解釋 因為這一張 是民國61年的時候 你們都還沒有生出來 很多廳車子可能都還沒有生出來 當然我們的電價 一度五毛 一度五毛 對不對 一度五毛 今天早上我在另外一個節目裡面 那個主持人是民國63年生的 他說啊 我那時候一度才一塊錢 一塊錢 對 到了民國70年的時候 一度兩塊七 兩塊七 那問題在這地方 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民國61年 我大學剛好畢業 到民國70年中間 台灣正在經濟起飛 每一個人家裡 那時候每一個家裡 有電風扇是都有 但是沒有人家裡有冷氣的 所以這個年代裡面 家裡開始在換冷氣 再有電視 電視 電冰箱 電的需求開始越大 所以每一年 幾乎要用到一個火力電廠 每一年要多增一個火力電 才補得上來 才補得上來 因為電 電冰箱 那個電視機 冷氣 所以呢 你看一直一直往來 然後那時候沒有 那時候沒有核能 還有一個 民國63年的時候 來了一個石油危機 石油大危機 然後這個完全 能源暴漲 對對能源暴漲 所以調了79% 增加百分之兩 五毛變成一塊了 對對調了79% 你會看到 這裡調了79% 到了這個也是在能源危機的時候 66年的時候 你看 調了20% 到民國69年的時候調了45% 到70年的時候 百分之33% 沒有核能的時候 核能占比不高的時候 外面的能源就 跟著你電價波動 電價就跟著外面的能源波動 那時候有能源危機 每次到一個能源危機的時候 因為我是核能工作者 每次到一個能源危機的時候 他們就想到核能 每次到一個能源危機都想到核能 好再下一張 這張非常重要 我們開始70年一年核廠出來了 那到74年核三出來了 各位你看 它的電價降 核能一出電價就下降 電價降 電價降 真的你看 對不對 到77年我出生這一年的時候 是2塊1 對 電價降了9% 這裡 最高的時候到2塊7 對對 你看電價降 電價穩定 非常穩定 還有降 每年都在降 對不對 所以各位 你們看到 一個 讓數據說話 因為我今天到歷史哥這裡來 我們不需要去說一些 觀美談話的話 就讓數據說話 這個階段 核能占50幾%到20幾% 數據就聽你說話了 好不好 那我們再往前 看一下 所以這樣 民國95年 核能還是20%左右 但是呢 火力開始 提高了 火力開始提高了 再下一張好不好 對 110年了 核能 只有10% 核一沒有掉了 對不對 核一沒有掉了 然後呢 核二也一半 核一也一半沒有了 那火力 大部分都是火力 八成都是火力 那火力所用的燃料費用是什麼 是天然氣跟煤 那天然氣跟煤呢 會受到國際中的影響 尤其天然氣 對 國際影響很大很大 像今年 煤漲了4倍 煤漲了4倍啊 對 哇 然後呢 然後天然氣 你也知道 二胡戰爭 天然氣就漲了 所以呢 你難怪 價錢要跟著漲 我聽到了 所以今天像這個 最近這個網美的話 經濟不打 就是說哎呀 這個漲價合理啊 因為 這個國際的能源上漲 可是問題是 你有一個脆弱的 一個供電的能源結構 那就會上漲啊 剛才廠長從歷史幫我們分析 一看就知道 你從歷史的這個電價紀錄來看 當你核能佔比高 你根本不怕國際波動 那你電價 你的核能佔比一低 你的這個石化燃料一高 那石化燃料是一個非常 這個是一個工方市場 其實它是很很重點 因為國際的這個原則裡面 供需市場 誰是老大 那就要看那個市場 為什麼今天俄國打到現在 看起來越打越順 有人有餘 那烏克蘭這個 每天愁眉苦念 就每天據說 他們自己公佈 我們每天減一個200個 那俄國是認為至少300個 那實以被之啊 因為你還要受傷逃兵 那嚇死了 那一天兩三千人損失掉 那為什麼俄國可以這樣子 打逆轉 因為很簡單嘛 因為它有能源 能源就老大 對 因為這是一個賣方市場 這不是一個買方市場 所以齁 在這裡我必須要做一個 從過去的歷史 要為什麼要從高庚那個圖 來解釋 過去我們是什麼樣子 對 過去我們一定要歷 歷史哥是學歷史的 歷史會重演 歷史都一直在重演 人很喜歡重導覆測 對會重導覆測 對會重導覆測 所以歷史告訴我們 你的能源結構不好的話 你就是會受國際的影響 你的民生的議題 你的民生就完蛋了 喔 那因為電是最基本的 電是最基本的 各位 你不要以為說現在 漲大富 難道大富不會轉嫁到民生嗎 一定會啊 這個馬上搞不好 雞排變成要漲五塊了 對啊 因為我當時我出去外面買 麵包的時候 買那個早上包子的時候 他那外面貼了一個條子 包子一個20 從20塊變成25塊 因為電價上漲 就這樣跟你講 大家沒話講啊 大家只能吞啊 大家只能吞下去啊 他說是因為電價上漲 那當時以前還不好意思漲 那現在他漲得好大方 對不對 因為政府公開也是宣傳說 這很合理啊 可是他卻知口不提 所謂的這個你的錯誤的能源配比 對 那各位 我要講一個笑話給你聽 在我住的那個地方 有個蔥油餅 他本來是25塊 他前一陣子 店家還沒漲的時候 他漲26塊 本來我們試個100塊 他100塊給他要拿4個 欸這不對 你還要試 還要4塊錢給我 我說為什麼要漲這4塊呢 他說 紙張 包裝紙漲了 這是真的 事實上的一個例子 那最近要去買的時候 我說我跟我太太講說 一定又在漲 為什麼這電價漲了 蔥油餅是需要電的嘛 對不對 電價又漲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到110年的時候火力 台灣大部分都是八成佔的火力 核能子佔10 再生能源6.3 那這個時候的再生能源包括什麼 包括光電 我們等一下會談到說 光電多到底好或是不好 那風電呢幾乎沒有 那風電幾乎還沒有啦 風電還沒有出聲啦 風電還沒有出聲 那抽細的1.3 抽細是調節用的 那再生能源這裡包括光電加上水力 那水力都是 台灣的水力都是 點綴用的啦 我講白一點就是點綴用的 量太小 量太小 因為台灣的河流都很陡 都沒辦法 我們沒辦法像那個三峽或者是 最近 沒辦法 其實光是在這個長江上有 蓋了好幾個超大型水力 對對對對 好麻煩再下一張好不好 那2025回核加園以後 台灣的電價將完全 假如真的回核加園 完全受制於國際技術 這很重要 所以只要沒有核能 台灣的電價就是每天提心吊膽 七上八下 沒有錯 今天漲我們就跟著就要爆 對對對 那歷史告訴我們 民國六十年到七十年間 無核 或者核能比例不高的時候 剛才我講過 電價受國際影響波動大 因為國際六十到七十年之間的時候 有那個食油危機 對 那食油危機 一危機上來 台灣不可能不漲電價 因為你都靠這個發電啊 你是靠這個發電嘛 好 民國七十年到七十九十年之間 電價穩定 那核能戰比高啊 我們乾脆已經看到 整個活成這樣例子 數據會說話嘛 數據會說話 那好了 我們在談啊 我民國六十年大學畢業 我民國六十三年研究所畢業 我的一個老師 在研究所的一個老師 他是一個非常台灣一個核能的一個態度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核能 是一個老人類一個非常偉大的一個花明 那大家都把這核能 那時候核能還不敢說不好 他是人類非常偉大的花明 他為什麼呢 那你用到一個非常以後非常永久的能源 還沒有發現以前 那用化石能源 中間的gap 填著中間的gap 是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東西 那他的意識很準確 他意識很準確 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非常好 好我們再重複這一件 重複一下這一個 各位看這是增加喔 增加比 增加的比喔 民國六十一年到七十年之間 我們一直有七十 有七十九%的增加 二十%的增加 十一點四%的增加 四十五點四 三三%的增加 這個時候是 店家漲得很快 對 這個時候 核二廠 才剛要出來 核一廠 核二廠出來的時候是七十一年 那核三出來是 七十四年 這一路增加就一路掉下來 這一路掉下來 再下一張 各位看到 增加零點六 負 負 負還有負八 到了核三長出來以後是 增加跌了負八 各位有聽到說增加 不 不漲緩跌的嗎 然後呢 還有負四 還有負九 對不對 零零零零零零 不負的 這是我們台灣最強盛的時候 亞洲市小農的時候 這個是我們 最驕傲的人代 然後電價穩定 核能占比高 很多人才說說 今天 歷史哥請王廠長來這裡講 王廠長一定是在賣 賣核能 對不起 我是用 數據來說話 對 大家自己選吧 自己看嘛 數字就在這裡啊 對 數據來說話 那各位一定會講說 哎呀我核廢要怎麼辦 我其他怎麼辦 廠長這個最常出現政治語言就是 不然核廢要放你家啊 對啊 不然只在核電廠蓋你家旁邊啊 每次正常的這句話在賭人 對 那我可以跟各位講 核廢料是一個技術問題 你不要把政治纏進去 核廢料是一個技術問題 那所以 技術問題我們可以解決的話 絕對可以解決 工程師可以解決 技術問題解決的時候 我們其實要做一個正確能源的配比 這對國家才是有利的 好吧我們再下一張 利連核能比較 以85年 讓數據說 核能跟發電成本的比較 好再下一張 這一個 這就很清楚了 這就很清楚 這一個氣線這個 灰色這個氣線 就是我們的TOTO的電價 那核能的發電成本這樣 就好像一個經營一樣 核能發電成本就是 會想穩定 為什麼這裡會變高啊 對這等一下要解釋 這等一下要解釋 這我先解釋好了 在這裡的時候 原子能會要求 核一已經除役了 要求把 除役當時要乾除的 乾除的基金呢 攤提到成本裡面去 哦原來 他當時是 乾除是放在外面的 對 他要防止室內 所以要變得 變多一點錢 攤提進去以後 突然間 這麼多年的攤提 都要這一年來戶 所以突然間高起來 那以後又再下來了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 政策性的提供 對對對 各位你看齁 民國85年 前系統是 一塊兩毛 然後呢 核能就不到一塊錢 再下一張 非常的穩定 九十年 一塊三 核能就0.76 然後呢 九十五年 一塊六 核能就0.63 因為核能2.34 為什麼 因為 核能發電成本就要低 其他 核一廠一耗機 尚未 攤提的資本 類為核燃料成本 其則就會用 核一廠除役以後 你看核能 這2.2 核能1.95 因為那時候核一廠已經出役了嘛 是 對不對 那核能只有剩下 核廠二號機 跟核三廠 109年 這是一個前幾天 一個中國 一個媒體 他所做的一個 成本分析 一個統計 很簡單 燃油呢 5.98 我們在燃油 現在已經很少了 對 燃煤2.72 燃氣2.58 核能1.5 水力1.03 風力2.27 太陽光電3.58 其實我覺得他低估了 風力跟 啊不是說 像太陽人 照照太陽就有電了 怎麼會3.58 核能才1.5 差那麼多 這差 這差了兩倍多啊 對啊 而且你看 我們跟人家買 還4.88 跟人家買這外購的 跟民間買還貴 我們電力貨是 跟你買5塊錢 跟你買4塊8 那賣給你2塊多 所以有一些工廠 有一些地方 他家裡的電 是用電力公司的 一度電2塊多 但是他 他的屋頂上 裝著光電 賣給電力公司 賣4塊8 來回就賺了2塊多 我的天 欸很好賺欸 廠長 對啊 這是弊案嗎 這個電力公司 就是買這個樣子 來回就賺了2塊多 那這個 曾經 我一個同學 在一個學校裡面 那光電業者來跟他優勢 你們這學校上面 屋頂 都蓋太陽光電好不好 他說 蓋太陽光電不好看啊 怎麼樣怎樣怎樣 他說很好賺 為什麼 你用電力公司的電 2塊6 你賣給電力公司 4塊8 5塊 那你光這個 夜裝越多 你就夜賺越多 那這等於裝了 絕對不會賠啊 對啊 那穩裝不賠 是因為大家都想做 但是呢 這是二戶戰爭以後 核能 這個這一屆 核能 大家 在胡倒了以後 大家就討厭核能 大家都把核能 核能這是一個 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當時呢 用愛花電 然後呢 引了五六萬人 在忠孝西路那裡躺下來 各位都知道那個相片 要躺下來 核四要封存 我們當時在核四工作裡面 工作的時候 政府雖然保護我們非常好 但是外面人罵我們 你難得確定喔 你在做這個工作 但其實我個人內心覺得 我們做的是非常好 太誇張了吧 對對對 攻擊廠長 攻擊廠長這樣子 是在做壞事 那時候 但是我們呢 這麼極端嗎 對真的真的真的 這是真的 那我呢 我是笑笑的應對 我笑笑的應對 為什麼我還能夠生存下來 我認為說 第一個 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那第二個來講 我認為他們 並不了解 不了解之下 才會攻擊 對 當你了解以後 就不會攻擊 我曾經面臨到一個媒體人 這媒體人我真的 他在哪裡見面 我不知道了 但他在核四 想去訪問的時候 一個女生 他是讀電機系畢業的 國外非常有名的大學 電機系畢業的 他到那裡跟我講說 常常我可不可以來你們這裡住 三到五天 一個禮拜左右 我說為什麼呢 你贊成核能還是完了 他說我沒有立場 但是我要了解 你們到底是怎麼做的 我才能寫我的報告 我覺得非常感動的一個人 為什麼 平常的媒體人到我們那裡去的時候 大概是我們 丟給他什麼 對對我們丟給他什麼 他就 反正就抄一抄 加一加 就算了 但他不是 他說我要了解 對 一個核能工程師的一天 應轉的一天 到底是什麼樣 那時候沒有一日系列 不然的話應該拍個一日廠長 對 那所以 但是我就是為了他那一計畫 非常的感動 我說你只要印尼過來的話 我可以幫你安排 助女生住室 天天跟著 你要到哪一個地方 就跟著你 跟著去 很實際的 去了解 因為你了解 才能做決定 了解 不了解 而做的決定都是 都是很空換的 好 那現在 俄武戰爭了以後 能源是一個大的問題 能源大的問題以後 韓國的新的總統 他要復活 復活核電 他說 前政府是換啥 他講了很多政治語言 那各位看看 各個國家是什麼樣子 我也是從媒體裡面 把它摘出來的 完全是媒體摘出來的 韓國 剛才談過了 他要重啟核電 日本呢 也在重啟核電 他日本三一了 日本才重啟核電 比利時呢 你看 他講兩座核能電廠 延長10年 到2035年 他本來也是揮核啊 他不得不啊 歐盟中間 德國呢 現在最尷尬了 對 他是廢核最堅持的 對 他廢核最堅持的 他的電也是最貴 很貴 他一直電到10塊錢左右 但是呢 他現在呢 因為俄羅斯 可能要斷電 他一直想跟華國買電 所以他現在很尷尬 他不知道如何去轉彎 所以引發核電 引力的辯論 那馬克宏 很簡單 我宣布 要找14座新的核能電廠 因為 華國本來就 核電大國 核電大國 還有八成是核電 對對對 那英國呢 Molly Johnson 他蓋八座的新的核電廠 那各位 我在核市幹過 英國要蓋這八座新的核電廠的時候 他派他的非常重要的主管 跑到龍門去參觀 他幫我們問了很多 參觀的將近10天 不是說核市是拼裝車 是不合思議的 怎麼人家都跑來參觀 都是這個現實的 他們因為發覺到龍門用的那個 的形式是最新的 所以呢 他們 他就來參觀 他也知道說龍門用的是全數位化的 他的問題就是說 這全數位化到底能不能 功能好不好 到底能不能通過測試 然後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你們是怎麼造出來的 怎麼建出來了 從我早上開工具箱會議他參與 一整個禮拜 他也去訪問了很運轉員 也去訪問了維護工程師 也去甚至問我了兩次 要離開錢我就問他說 你到底滿意嗎 他說沒有問題 那回去做的建議就是 要完完全全 徵兆的核市要去蓋 現在我們 所以核市其實是樣本 對沒有錯 是好的樣本 對沒有錯 我敢這樣講 可是在台灣被批判的一文不值 什麼40年政治語言等等的 那我怎麼講呢 假如你把政治放進去以後 科技就沒有 就沒有釋毀了 真的真好 其實我們在講說 投票跟民主政治這件事情 能不能決定真理跟科學 其實是不能的 對 就像我常講的 戈買林當年講日新說的時候 如果照當時的名義都信上帝的話 那出去馬上被上火刑架 十字架綁起來就燒了 因為什麼 因你妖元禍眾嘛 對啊 你這怎麼可以跟上帝不一樣呢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 各國的這樣的一個能源的一個方式裡面 核電是很重要的一環 沒有錯 然後核電這個回歸 講白了 其實就是把所謂的供電結構做一個調整 對 那為什麼要調整呢 從這裡面一列 二物戰爭 對 戰爭就是一個重要的一環 對 那其實一開始常常幫我們回顧那個歷史的時候 一看就知道了吧 對 講白了 你有一個正確的供電結構 不要說正確 一個相對健康就好了 對 供電結構其實就可以避免你的電的問題 但是我們的經濟部長王美花 從來不會回應這個問題 他甚至講什麼呢 廠長 那天我有問世修 世修我們的好朋友 我就說 王美花說 這個絕對跟核電沒關係 你停核電 不重要 為什麼 因為有核電的國家照樣漲價 他舉了一個德國例子 嗯 可是呢世修說 那這個是因為法國把德國當賤頭的啦 當冤大頭 為什麼 因為你德國漲電價 那我電賣給你 我當然啊 就照你的電價賣啊 我當然要賺價差啊 我法國最缺什麼 法國最缺錢啊 對啊 真的很誇張 因為齁 我講其實實在的 各位聽眾角度看一看就知道 日本彼此 德國 法國 英國 難道比我們台灣笨嗎 難道這些是阿公陰謀嗎 對嘛 難道這些人比我們笨嗎 對不對 那這些國家 先進國家 難道他們的技術 然後他們的經濟計畫 會比我們差嗎 對不對 不可能嘛 那 法國 為什麼要整個國家 百分之七十八十 都是核能以外 還要再新建造 十四座新的核能電商 他這樣概率不就 就會接近百分九十 超過 可能會接近百分之八十左右 八十以上 但是呢 華國整個國家 核能 他是從哪裡買過去了呢 他是從美國西乎公司 買技術過去 當時華國要引進西乎公司的時候 我剛好在華國待了兩個月 電力公司派我到華國去待了兩個月 那我可以跟各位講 華國人跟我講 他們把所有美國的所有的規範 所有的規章 全部翻作畫文 全部翻作畫文還沒有關係 它裡面有一張 翻作英文 對從英文翻作畫文 從英文翻作畫文 對從英文翻作畫文 那下面還加一個 這一個規章 它的含義是什麼 每一個規章 它寫得清清楚楚 這個規章的含義是什麼 這規章含義是什麼 做得很細就對了 然後呢 他們開始整個大量的引進核能 那我再跟各位講一個 可能各位都不知道的消息 我在農門店長當 當護長長長長長很多年 那有一年 大陸的訪問團到我那裡去的時候 我們中午 我們不請他什麼大餐 請他吃葫蘆便當 那他他在問我 他說 館長長你覺得我們該怎麼做 我說應該跟華國學習 為什麼 一個國家 不要用很多種的核能機組 用一種核能機組 然後這一種核能機組 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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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看華國 核能機組那麼多 華國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 當時我在華國的時候 發覺到他們的整個維護 整個應轉 他們的信念 真的是非常好 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呢 這個部分讓我們 要學習 人家怎麼做他的 怎麼講 人家怎麼做他的能源結構 就真的要學習 不要說 我很厲害 用愛發電 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 我們的一些 以前的老外都笑死 說用愛哪能發電 老實講那一次的那個 刻骨銘心 讓大家印象太深刻了 就是當下沒有人覺得很奇怪 可是到了後來開始 其實從2016年以來 我們陸續好幾次大景點 對 然後很多人就會去把那個圖翻出來 一翻出來才發現 哇當年是有多麼的荒謬 那我們前面剛才其實提了一個觀念 我剛才也在講 民主投票出來的東西 不見得是科學的 所以其實裡面的關鍵是什麼呢 人民是需要被引導的 需要被教育的 這個是真的 所以關鍵就在於說 你官員能不能負起那個責任 拿出那個尬子 告訴大家什麼是對 什麼是科學的發電邏輯 什麼樣的發電的結構不會停電 而不是像我們今天的阿花部長啊 像我們今天的蘇院長 像我們的蔡總統啊 一提到這個呢 雙手一攤 這就漲價合理啊 難道是我願意漲嗎 都是二國害的啊 他打烏克蘭造成的啊 是他打烏克蘭會造成能源漲價 但是能源漲價不代表一定要漲電價 對 所以今天常常其實要跟我講的是這個觀念 我們從這麼多 難道這裡面有阿公陰謀嗎 我們今天其實講白了 這還沒有練中國大陸它怎麼發電的呢 對 人家是提早就佈局了 風電 核電 水電 各種都是去處理 比如說最近那個 常常你知道白露灘水電站 嚇死人那個規模 而且他不只要蓋一個 他後面還有好幾個類似規模等級 對 那人家是在佈局 但是我們呢 看看啊 你的大壩要垮了 可是從來不願意去 他想說 人家大壩垮不垮 你那麼關心 那你要不要關心一下 你電有沒有 那等電沒有說大家要被叫說 你說沒電啊 沒電 因為沒電很簡單 沒電不是單純的 政治人物 兩手一看說被鳥撞到 被松鼠啃到 這些事情 其實就結構問題嘛 我們要反覆跟大家強調 用電結構決定你的用電健康 用電健康決定你夏天是被熱死 還是呢 你夏天可以呢 大家舒舒服服的 坐在電視機前面看歷史歌 這就是最大差 不過我有一件事有差提一下想問一下廠長 那真的有那麼多小動物嗎 排隊耶 什麼老鷹的也有啊 各種珍奇衣送都出來了 廠長你相信嗎 但是齁 我是比較相信說 他是老鷹會去影響他 松鼠會去影響他 但是呢 各位要想到一件事情 老鷹就台灣才有嗎 松鼠就台灣才有嗎 日本也有啊 麻雀就台灣才有 那但是人家日本是怎麼防的 我問過我 很好的朋友 在配電部門做事 我說應該可以防吧 他說對 可以防 但是呢我們沒有很仔細去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沒有很仔細做這件事情 我必須要 把誠實的講出來 為什麼 因為 我假如說這麼多的東西 我去做一個黃松鼠的 黃麻切的 效果不大 為什麼 因為變這麼寬的地區 我都在我都做一個罩子 去把它罩起來 去黃的話 效果不大 那這個主管 不會不一定會被升官 沒有攻擊 沒有攻擊 只要是說有問題了以後 很快想收 技工加強 就會技工加強 黃萬一未然 並不一定好 這是一個機構的問題 你黃萬一未然 我都沒有事情啊 我都沒有什麼 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因為我有一個罩子去黃松鼠 有一個罩子去黃小動物 所以我現在都沒有發現什麼跳電 都沒有什麼事情 人家反而說 沒有事情 但是呢 你一有跳電 很快 三分鐘之內 多久之內 就把它搶修完成 這人搶修有功 這個人很Efficient 這不是最好的績效嗎 做長治九彎才是最好的績效啊 我講一個歷史故事好了 後來回饋長長一下 長長講了一整場 這個長長你知道 明朝的時候有倭寇 倭寇當時在東南沿海騷擾得很厲害 甚至是跑到州縣裡面去殺殺掠掠掠 那當時東南沿海有一個叫七季光的將軍 非常會打 非常會修理倭寇 那後來他就被當時在朝中掌握大權的 這個大學士 內閣首府大學士叫張居正 他看到了 那張居正他當然評價有很多 不過他算我認為他算是個有忠於國家的全程 那他就很敢就說 好那你張居正你去防守北邊 他本來是守這個倭寇守得很不錯啊 他裡面有一個故事是什麼 這個治軍非常嚴謹 那東南沿海這個地區 就跟台灣的氣候差不多了 西北雨 結果有一次他們在點叫三軍的時候 各個將軍都列陣出來 雨突然就晃 烏雲過了就下去了 其他各將是通通散光 只有七警官跟七家軍 守持的劍在雨中盲然不動 那張居正就是這個 我要就是要這個 這個部隊就派去了北方 派去北方守蒙古人 那蒙古人很有意思 蒙古人平常也不會做亂 但是當他們如果最近氣候不好 可能牛羊死比較多 或者是他覺得有機可乘 他們有時候就會小規模騷擾 可是張居正在北邊守得固若金湯 他也不出賽 也不出去打 蒙古人也接不來 但是戰績表上一片空白 跟黑屏差不多 等於沒有政績 張居然每次都保他 但是其他邊將 三不五時就砍了幾顆手機 割了幾個額頭 代表說我有出去打一打 可是張居然反而覺得這不好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就是去抓一些小莫名商 那你既然累積小恨 到時候蒙古人不爽 極大愁 你平常沒事 我們家兒女沒事 你把他砍掉幹嘛 所以張居然手邊 這個奇蹟光手邊 張居然給他讚 而且給他最好的待遇 你們就放心 手的固若金湯 滴水不穿 這就跟這故事一樣 可是後來張居正倒台之後 奇蹟光就被檢討了 奇蹟光最後晚年平平交加而死 為什麼 因為他的那些政敵就攻擊 他說這傢伙坐領甘心 沒有政績 打開全部都是黑屏 沒有東西可以呈現 歷史的驚人相似 所以這其實是你的主觀有沒有尬指問題 如果你主觀像張居正有尬指 你能夠保這一些最不會出事 最不會有老鷹去抓電線的 老鷹不抓小雞跑去抓電線 莫名其妙 這樣子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尬指 那這個組織結構就會改變 誰可以長治久遠才是對的 評價的方式應該不一樣 是 那我們來談一談光電好不好 因為現在光電 結構問題就在這裡 我覺得非常需要借著歷史哥這個平台 我跟大家講一下光電潛在的危機 光電我們大家一直在要光電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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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光電潛在的危機裡面有一個是怎麼講 到下午3點到6點中間的時候太陽光光 要下班了 那要下班的話 本來我在中午的時候有14%左右 所有台灣的電裡面大概有14%是光電的 正常的話 太陽那不一樣 好10%是光電的 當這個東西到了3點的時候 大概剩下7% 8% 有時候甚至到5顆銜 那到6點了以後 幾乎要變0了 這一定的嘛 太陽要下山了嘛 好 從14 變到0 中間誰來填充它 抽搐嗎 抽搐不夠 抽搐不夠 但抽搐一定要開 對抽搐 抽搐 假如別的電廠 那個天然氣的電廠 本來沒有開到百分之百 把它都開一點 把它推到底 對把它推到底就可以 那好了 假如我在白天的時候 就已經每個電廠都推到底了 然後呢 太陽公公下來了 太陽公公下來了 沒有人在填它的話 這調度就非常困難 調度就常常在走鋼手 昨天 今天6月30號 昨天6月29號 我的臉書突然間 出來一個台電的老頭 老頭子說 王廠長 只剩下3點多拍 就是那個媽 6月底而已 對6月底而已 而且又降壓 降了3% 降壓又上了3% 他說不知道能不能耐得過 不要是不是限電 好 昨天也沒有塞巴火 在台北也沒有塞巴火 好 這個光電會讓 光電第一個情況 會讓調度的人 天天在走光的時候 嗯 這是調度的事情 第二個呢 6月14號 嘉義的養豬場 有很多的豬被電死 假如 因為養殖場是這樣 剛開始我們的光電 是設在農田上面 是設在山坡上面 下面沒東西 那因為光電 我們需要多呢 所以養殖場的屋頂 也設了光電 學校的洪雨操場 上面也設了光電 很 甚至於 有一些加油站 上面也設了光電 工廠的屋頂 對工廠的屋頂 也設了光電 好 那這個光電裡面 理論上來講是好事 但是呢 這怎麼發生這個問題 6月14號 嘉義養殖場 光電要送出來 要送到系統的時候 光電本身是一個 直流電 直流電要送到系統 要變成交流電 嗯 那不然到交流電的時候 上面有一個 變壓器 嗯 那變壓器那天是搞 一隻鳥 應該也是一隻鳥 又是鳥 把變壓器燒掉 爆掉了 但是變壓器爆掉了以後 表示說 表示說這個電送不出去了 那他意思就是說 跟系統 跟電力公司 已經解連掉了 嗯 就解連掉了以後 怎麼 他下面的養殖場的豬 會被電死 這是一個大問題喔 這是一個大問題 為什麼呢 我 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但是我看到這個現象 我替他很憂心 嗯 怎麼講我替他很憂心 假如這下面 是一個學生在 鴻椅操場 怎麼辦 那不就漏電 就電死人啊 對 這小學生的鴻椅操場怎麼辦 豬都會被電死人 這是會電死人 對人 他電不會說選擇 選擇豬要電人不電的啦 不可能的事情啊 不可能的事情啊 嗯 所以呢 假如這是一個 人怎麼辦 下一張 各位看到沒有 豬一隻一隻躺在那裡 他還說電死兩千頭豬 巨大響聲 嚇得豬業者 趕快查過來看看 對不對 兩千頭 我的天啊 多大的電量啊 這個 太陽光電租射 在14日下午4點多 租射連接 臺電潰線的電筒 突然爆炸 瞬間產生高壓電流 電死兩千頭豬 哦 記大聲響 嚇得養豬業者 趕快跑過來看 好了 這下面 假如是人怎麼辦 我請問 假如是人怎麼辦 如果是活動中心裡面 剛好有一千人在看 對 在看比賽 啊怎麼辦 因為人跟豬的體積差不多啊 對啊 那人怎麼辦 就真的會 就會出人 出人命了啊 人怎麼辦 所以我今天會怎麼 不怕得罪 不怕 就是說希望做什麼事情呢 希望 我們政府要正視這個問題 平常是這樣 在一個光電業 一就是光電 這是直流電 那送過來二把它變做交流電 嗯 交流電以後 它這個是美國的 一部分送到家裡面 那一部分送到外面來 對不對 賣電出去 那這個case是說外面這已經斷掉了 電筒已經爆了 爆了以後它自己內部嘛 對 欸 那裡面內部 它裡面有電 那裡有電 那裡有電電器 哦 聽說它這個電沒辦法走出來 它電出不去 它就在這裡面通了 我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是 我不敢講 不敢講 因為我們不了解不要 就是不敢講 但是 一定要有人 去了解它 到底為什麼會電 對 一定防範它 不然將來的事情還是會發生 那下一次搞不好就不是租了 對 所以我 再三的 祈求 可以說是我祈求啊 為什麼呢 我們做過 可能就知道 光電設備完成以後 哪個單位是負責 發電後的檢驗 管理跟灌制 因為現在光電設備太多了 是 有 政府中 對政府中有哪一個單位 是在負責 發電以後 中國的檢驗管理及管制 現在有嗎 現在有這樣的機構嗎 我就不知道 因為光電業者賣電出去外面 是 理論上來講 它要做好 自己要安全 對自己要安全 但是問題 誰去看花電業者有好好在做 而且如果是小業者 他更 他更你就不想花這個錢 對啊 那誰去 錢是要花錢的 誰去看他有沒有真正在做 安全系統有沒有在做 他理論上來講 送不出去應該有個保護措施啊 是 應該不會電子租啊 對不對 那好了 這是第三年而已喔 這個養殖廠是第三年 就發生這事情 那光電業者一千億都是二 二三十年的 那二三十年的設備會老化啊 是 誰去做 設備完成以後 誰去做他的檢驗 誰去管理 誰去管制 來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這是我個人覺得很憂心的一件事情 說不定 你們會覺得 黃昌長的憂心是太 給他有雍人自擾 但是呢 各位 請跟我們解釋 為什麼豬會死 常常你知道 這個 現在這個所謂的 南中南部 很多這種 加蓋的工廠 對 或者是這種租社 那這幾年喔 大概 這個是民進黨 大概這五年左右吧 所承辦那種光電公司的很多啊 對 那我關我自己 這個 因為我過去在工商界服務嘛 關我自己承辦 就不知道幾支了 嗯哼 那我就請問 欸你們怎麼這麼多人來申請 他們很多都做五本生意 就是資本很少 為什麼 因為政府就跟你保證 你去找到越多的電 想辦法發電 我貸款也給你方便 那我也跟你保證買電 那你只要搭配好 那地方政府 還會有一些其他的優惠的措施 不管是在到貸款還是補助 再一度電就賺兩塊多嘛 對 所以是穩賺不賠的聲音 所以多少人在投這個你 而且很多老實講 他根本不是做光電的 他就是找了一些 找了一些可能有一點初步技術的人 然後一些合作的 那這個未來怎麼辦 因為他這不是一個很健康體質的公司 很多是那種 因為他完全開放明天參與嘛 那開放明天參與是好吃 但是你要有一個好的監管機制 所以您講的這個背後 它是可能是系統性問題喔 不是這個電的系統喔 是整個光電業者 在大的這個體系下面 有這麼多小的光電業者 整個系統性的問題 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因為他們怎麼維護 他們怎麼維護都不知道 我把它點出來 我們希望是說 誇張這個問題的時候 一定設計維護 還有以後的維修 就是說維護跟維修啦 然後整個管制一定有問題嘛 對 這環節一定有問題嘛 那為了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我們拜託政府 一定要責成這個業者 要叫薄來 或者我們講 豬會死掉 人呢 也會死掉啊 人呢 人不是金剛不懷啊 對啊 人呢 你說人有穿鞋子所以不會死 怎麼可能 不可能 電壓夠的 對啦 照樣通電 所以齁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 要藉這個機會 把這事情講出來 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有答案 他是說要請第三者 公正團體去查 到底為什麼 那到底查出來 到底為什麼的時候 誰要去改正 那還有這中間過程中 20年之內 我們政府的哪一個單位 要去管制他 那不管制的話 你到處都是地雷啊 是 所以其實問題很大 對 那所以我們今天 關於這個電的問題 其實從這個電價 用電結構到光電 他是一整套的問題 對對 我認為現在的經濟部的部長 他完全沒有這個概念 或者是他可能 有人跟他講這個概念 可是他並不重視 對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今天會缺電 會漲電價 然後還有你這個核電問題 再到光電問題 通通是一套問題 就是你的總管理的各個方向 都出現的狀況了 譬如說最近這個非常夯的 這個003航母 很多人在討論 說你這個常規動力 你為什麼可以把這個 這個飛機用電池彈射彈出去 這也電的問題 他說因為他一套非常好的 綜合的電力管理系統 他可以很好的管理這些電 所以這個技術的升級 甚至可以用到軍武上面 我意思是說 其實這個電的管理 他不是一個 今天部長在那邊 今天推給俄羅斯 明天推給油價上漲 後天搞不好推給中國大陸 反正推來推去 推3456 最後推給我們 你們吹太多冷氣了 可是問題是結構 今天廠長要講的就是結構問題 這個結構問題 有賴全民的覺醒 真正了解到 你今天會缺電 就是從歷史來看 就是什麼 就是因為你的發電結構的錯誤 那你發電結構的錯誤 下面呢 又會衍生更多問題 包括像光電的狀況 對 所以說喔 拜託 執政者 你是 古代講的一樣 民為貴 設計赤 赤之 金為青 那以人民的財產安全來講 來做最高的選擇 然後呢 回歸技術科技還是回歸科技 不要用意識形態來影響 因為像昨天 昨天我在看到一個政治 政治的評論節目 還談到說 核能 啊那個政治問題 但是呢 我個人覺得 能源就是科技問題 我們回歸到科技 用科技來講 來討論問題 這樣國家才是有武器啦 不要什麼事情都是要用政治 什麼東西弄弄政治的時候 我跟你講 台灣完蛋了 台灣完蛋了 台灣真的會完蛋 所以今天廠長語重心腸有沒有 為了台灣更好 期盼大家的關係 這是真的我內心的話 我是一個民國四十年 吃生的小孩 那時候剛好二次大戰 我們在南部都是 都是蹭架咖啦 就是蹭架咖 一個小燈泡 我也沒想到到最後 我會當一個核四堂的廠長 所以在這過程中呢 我一直盼望著 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好 我們盼望著我們的執政人 就是為了台灣更好 大家來關心 而不要說 都是用政治來考量 當核四被轟存的時候 中央社會問我 然後他問我說 廠長你沒有什麼話 要跟心裡的話要講 我就講了一件 我就講 突然間問我一下 我突然講了一件事情 就說 希望你了解以後 再決定你的立場 很多人都一樣 了解再決定你的立場 不要說不了解 就決定你的立場 這樣對台灣不是武器 了解決定立場 像我就 請來講 林義雄先生 他有沒有到過核四 他沒有 然後他就反核四 他說是台灣的良心 喔 對對對 他說台灣的良心 所以我當時真的講句實在的 你了解 你知道要決定立場 你了解核四 很差啦 很糟糕的啦 擠出正氣出來 你決定立場 我沒話講 所以說希望了解再決定立場 所以我剛剛 談到有一個記者 他希望去了解 再決定他的立場 你不了解 完完全全看著媒體 這樣寫的話 那立場是不對的 對所以最後就像常常講的 台灣的良心 但他真的對台灣有關係嗎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那我想政府還是要面對 除了結構問題之外 那你要清楚說明 你現在的結構 那就是怎樣 那就是供來決定虛 而不是虛來決定供 我們過去都是需求來決定 你要可以多少供應 我沒有看那個歷史了 那你今天這樣子 你就挑白的講 接下來就是要輪球停電 因為你們選了 這樣的一個能源結構 大家要自己負責 那可是你為什麼不在公投之前 告訴大家 我想這就是台灣現行政治的 最大的問題 沒有官員敢講真話 沒有錯 大家都在怎樣 都在為了他的官位 不管他要選或不選 來急急隱隱 有時候想想一百多年前 這個孫中山 一百年前孫中山所講那句話 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還是真男的境界 好我想今天時間過得很快 我們的後來座談時間 今天也有到差不多了 用電的問題 其實方方面面 我想很難得有機會 可以讓廠長這樣子坎坎而談 一層一層的撥下來 讓大家有耐心來看完 我們今天特別感謝廠長 謝謝立志哥給我這個機會 最後廠長後面有一隻豬 請幫我們拿一下 這個嗎 對幫他拿下來 幫我們做個簽名 因為廠長今天第一次來 隨便找個地方 要簽哪裡就簽哪裡 好 趁著廠長在簽名 我們還是要再次說 什麼樣的決策 它都會影響到 你最終的一個事實成出來的結果 千萬不要輕忽你手中的權利 那也另外不要輕易的 不了解就下判斷 謝謝廠長 謝謝謝謝 那我們會來座談 記得幫我們支持我們的話 在濾界我PayPal給我們贊助 或者直接在下面 用超級感謝的留言 最後我們徵求會員中 讓我們可以節目做得更好 更多的資源 那今天就聊到這裡 我們就下一期再相見 拜拜 謝謝 謝謝